一個中國籍男人五月初在馬來西亞沙巴被武裝分子露走 他在香港的僱主星期六帶了一筆贖金去到當地 坐的士前往一處秘密地點打算交贖金給員工獲釋 但途中就遇上車禍 一架越野車突然越過對面行車線撞向的士 的士上四個人包括63歲的僱主死亡 他的家人已經趕赴當地辦理後事 至於被老的男人楊在林目前情況未明 他是沙巴一個養育場經理 5月6日凌晨被五個武裝分子露走 警方當時曾試圖攔截並與武裝分子搏伏 相信楊在林後被帶到菲律賓南部 武裝分子在事發後5天聯絡楊在林家人要求贖金 但雙方都沒有向外透露金額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